14岁约会Dox詹姆斯儿子比奥尼尔、韦德儿子胆子还大啊就要离开母校了,布朗尼詹姆斯在克里夫兰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了,在前往洛杉矶上学之前,布朗尼詹姆斯跟自己曾经的战友还搞了一个派对,之后又跟自己的粉丝,一个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女性朋友Dox告别。 近日,布朗尼詹姆斯的好兄弟,把布朗尼跟Dox约会时拍摄到的一张照片传到网上,值得一提的是,在此之前,Dox就跟布朗尼詹姆斯一起合过瘾,但是谁也没有想到,仅仅一年的时间,Dox身材比一年前更加迷人了,14岁就敢跟一姓约会,这一点,真的很詹姆斯。 勒布朗詹姆斯当年在16岁的时候就搞定布朗尼詹姆斯的母亲,而在求二代中,有这个胆子的是奥尼尔的儿子拉杰夫·奥尼尔。 拉杰夫·奥尼尔在开通个人社交账号的第一时间,就黄晒跟女友在一起游玩的照片,不仅如此,在拉杰夫·奥尼尔生日当天,他还把女友给带回家了, 而维德的儿子则比较安分,虽然曾经跟一姓捧穿过,但是身边都是一帮队友,或许跟自己的父亲一样,在三十岁之前,形势都比较低调, 对于求二代,奥尼尔狂言,我儿子以后定会进名人堂,维德·詹姆斯狂言,他要比同一时期的我打球更好, 而且求二代中,球迷最看好的却是勒布朗·詹姆斯的儿子布朗尼·詹姆斯,很多人都表示,布朗尼将会跟自己父亲统治两个时代,对此,你怎么看?